作者 燕舞流年 演播 名威团队 欢迎订阅收听 第一集 跟你媳妇睡去 徐敏醒来的时候 眼前一片昏暗 他看不清自己所处的环境 却本能地觉得事情不对头 身下硬邦邦的 根本就不是他那软软的水床 盖的被子是粗棉布的 和滑溜溜的丝被 完全不是一样的触感 搞什么啊 被绑架了 开玩笑 要真是被绑架 还不早就被绑起手脚了 再说了 谁会绑架他 一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呢 等眼睛适应了黑暗 他摸索着爬起身 凭感觉 觉得自己可能是睡在土炕上 虽然他是东北人 可火炕这种东西 他还只是在电视上看过 听说农村 和一些住平房民居的 还在用这种土炕 冬天在炕坑里添把柴 炕上就暖和得很 只是现在 他可没觉得半点暖 不知道是什么季节 这炕上凉冰冰的 凉得他的心都发寒 在墙边摸索了半天 才捞着根灯绳 顺手一拽 头顶亮起了一盏灯 光不亮 可昏暗的光里 徐敏还是下意识地闭了下眼 等睁开眼睛 才真的看清自己身处何处 这就是一间不大的小屋 他身下的火炕 就占了一半面积 地上贴着里面墙边摆了柜子 正对火炕是一张方桌子 有点像那种老式的八仙桌 两边放了两张疑似太师仪的椅子 再就没有别的家具了 倒是炕上有个直顶天花板的柜子 应该是叫炕琴吧 对着炕就是窗 不过现在黑乎乎的 啥也看不出来 应该是挂着传说中的棉帘子 三面墙贴的不是墙纸 而是旧报纸 白底黑字 大多都已经泛黄了 在灯光下也看不出一点亮堂劲 徐敏咽了下口水 再次确认 自己的确是在哪个农村民居里 只是他之前 明明好好的在家里睡觉来着 怎么会突然就到了这么一个 看起来穷破的地方 难道 不会吧 那都是小说呀 是电视 怎么可能会来真的 还没缓过神来 外头突然响起开门声 不过数秒 李建的门开了 挂在门上的帘子一撩 进来一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四目相对 徐敏压下了心头的惊慌 尤其是 目光落在了汉子手里 捧着的被子和枕头上 脱口就问出来 你干啥 小伙凝着眉 镜子把被子和枕头放在炕上 就要脱鞋上炕 睡觉啊 还能干啥 滚 你滚 小伙回头看着徐敏 带着无奈 我说妈 你别闹了行不行 我这不都过来睡了吗 呸 我哪来你这么大儿子 徐敏气得不轻 直接就催了一声 等骂完人 才有些谎神 这 这小子叫他妈 妈呀 别真是穿了 还穿成人家的妈了吧 下意识抬手摸脸 徐敏心里慌得一批 他虽然过了三十大关 可还是单身白富美好吧 单身贵族做得好好的 突然就成了这么大一小伙的妈 这可怎么得了 亏大了吧 该不会一穿 就穿成五六十岁的大妈了吧 徐敏心里正闹得慌 那小伙已经又开口说道 妈呀 我今天真的累了 明儿还得拢干草呢 咱就早点睡吧 要不一会儿又停电了 你看 晚上美兰不啥都没说吗 你今晚也就消停点 别折腾了吧 我折腾啥了 这明儿听着挺耳熟 情节好像也挺熟的 徐敏的脑袋高速运转 总觉得 这事他听过 折腾啥 昨晚上你没折腾啊 大半夜的赶我回屋去 说啥我有了媳妇不要妈 等我回去了 你又哭又叫说啥 看见我爸了 妈呀 我爸他都去了十年了 你就是再忌恨美兰 也该消消气了 不错 当初我爸是为了救美兰 才死的 可那书到底 也不是美兰的罪过 你就当可怜儿子 别再折腾了行不 听完长长的一通抱怨 徐敏就好像 突然被点痛了任督二脉 误了 怪不得觉得熟 这不就是他前两天 熬通宵看完的 小说里的情节吗 年代文 大女主 女主从被搓磨的小媳妇 一路逆袭成 有产有业的白富美 其间种种波折 种种磨难艰辛 一言难述 而其中 徐敏穿成的这个恶婆婆 可是前妻最大的boss 搓磨女主时 让人恨得牙痒痒 明明是仗着自家男人 为了救女主而死 额来的儿媳妇 却半点不知道珍惜 娶回家 当仇人似的折磨 各种小阴招不断 也就不说了 最可气的是 他借口害怕 硬让结了婚的大儿子 晚上陪他一起睡 害得女主入门五六年了 都没个义子伴女的 还要跑到外面说 女主有病不能生 女主善良淳朴 忍了又忍 恶婆婆却变本加厉 偷了女主要救亲罢命的钱 硬生生地把女主逼得破门而出 和恶婆婆这一家断了关系 自此 开始了自己波澜壮阔的创业人生 也是因为剧情精彩 后期男女主感情戏动人 许敏才会连熬三个通宵 看完全文的 看书的时候也没少跟着骂 还跟着流了回泪 感情投入得真真的 可那是看小说 现在突然就穿进了书里 她可是真的懵了 奶奶的 穿书就穿书 咱也是穿月纹看老了的 适应力杠杠的 可你穿就穿吧 咱就不能穿个主角嘛 听听 她一白富美 直接穿成了农村恶婆婆了 哎呀 农村就农村吧 网上数八辈 谁不是农村人呢 可怎么偏偏就是一个 恶婆婆呢 她一个未婚女 刚一穿 就儿女双全 连儿媳妇都有了 亏不亏呀 哎呀 揉着太阳穴 徐敏只觉得 脑瓜仁疼 眼看那便宜大儿子 还想上炕 他那火腾腾地往上窜 滚 你给我滚回去 和你媳妇睡去 一把扯过了枕头 摔在她身上 徐敏指着她大骂 陈建公 你要是今年不和你媳妇 给我弄出个大孙子来 看我不捶死你 徐敏突然发飙 陈建公一时招架不住 又心中暗喜 麻溜地搂过被子 临出门时 陈建公回身 试探着问 妈 要不我让大妹小妹 过来陪你睡 滚滚滚滚滚 用不着 老娘自己睡多好的 一通骂赶走了便宜大儿子 徐敏还没缓过心神 头顶上那盏不太亮的灯 就呼得一下灭了 还真是马上就停电呀 徐敏暗催了一声 摸摸索索地 扯过了被子 把自己裹紧了 倒霉催的 看书的时候觉得挺上头的 可真穿了 他可一点都不想掺和到 这家里的事儿 要不明个一早就走 可往哪走呢 这年头 出个门都得开介绍信 没介绍信 连个车票都买不着 旅店也住不了 更不用说找工作了 现在可不是二十一世纪 打工机会遍地有 七十年代的工作机会 少得可怜 想要工作 得通过正式招工 还要正审什么的 学历你有吗 介绍信你有吗 还有年龄 你超零了吧 在这个年代 一个农村妇女 想出去打工 那是基本不可能的事儿 这可咋办呢 走又走不脱 难道还真的就被困在这里 等着那悲惨的命运 降临到她身上 呸 想啥呢 既然她来了 占了园主的身体 那她怎么也不能落到 那样悲惨的下场啊 要想活得好 女主的大腿 她说啥也得抱紧了 就算这样 误了女主的大好前程 她也不能放开女主 远走高飞 自私 是 她是自私 可她都穿成大反派了 还是这样的年代 她不自私 可怎么活下去啊 徐敏正为自己 在心里洒泪 觉得自己 也成了个坏人 就听到 外头门响了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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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